大选诺姆不过在抖音平台出现多则指控选物作票的影片 中审会忙于澄清送办提告 法务部调查局也在此时统合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被外界指引难道政府要钳制言论自由了吗 抖音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有些国家认知作战的一个平台 对于刻意传播错假消息的情况 也会必须加以侦察会审慎来办理 蔡政府2019年曾设立假讯息防治中心 2020年将它升格资安工作站 2024年调查局又将它扩大成为认知战研究中心 说是要严防境外势力戒选 但来因痛批根本警总复辟恐吓百姓 会不会又是要把手伸到网络世界 之前有所谓述发布要推动数位中介法 让大家觉得忧心忡忡 会不会到最后又变成是假认知作战之名 行言论自由控管之时 看起来像是你要准备来认知作战 这种事情还要再搞几次 谁最爱认知作战 就是这个政府最爱认知作战 你连一个最基本的影片 是真是假的分不出来 你告诉我你能够辨别还试读 试读你的头 抖音到底是不是认知作战呢 进不进得了 根据台湾网络资讯中心报告 去年台湾全部人口中 使用抖音TikTok的人 已达22.3% 年轻人占多数 而民进党这次大选 明显痛失年轻选票 对民进党 我讲老实话啦 的确是一个困难的议题 我说阿伯 进也不能进啦 用也不能用啦 那有很多是音乐的 或者是宠物的 或者是美食 或者纯粹搞笑的 那这个你都要称之为 所谓的这是同战 真的有必要吗 抖音被执政者视为 操纵认知作战的工具 在野党痛批 媒体到影音平台 难道出现不一样的声音 就逆我者亡吗 那法治又在哪里 接下来 杰鲑鱼 SNL组台北报道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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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你也是 咱们完成了 就是 即使